以色列真的是越做越过分了 真的要人为全球的公敌的 美国人把韩虎派就给他们撑腰了 让他们是更加的肆无忌道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无耻的军人 以色列军人暴力抓捕发了斯坦老人 只因他举起了他一辈子也要守护的国旗 大家好我是达树 如大家所看到的巴以冲突爆发到现在 在中国娱乐里基本都在吐槽以色列 当然公说公有礼婆说婆有礼 那关键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道德高度上 去绑架对手 你看我们的红社会就不一样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国家认定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那我们红社会就唱反调 所以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我们已经多次介绍了中方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我愿借此机会重生 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出入在于恢复核台 那时两国方案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通过政治方式实现 全面躲善解决 使各方合理关切得到保障 汪公公果然厉害 丛林语言运用到了极致 你只是不提哈马斯 那就是包庇了对不对 那你说你和以色列好 鬼扯啊 如此看来 你和巴勒斯坦更好 所以要想做好人 除非你当以色列是傻子 而且你怎么知道 实现中东和平的出入 根本在于两国方案 最好笑的是 中国外交部的人基本都这么回答 但是谁不知道 哈马斯是以消灭以色列为根本的呢 那你让以消灭以色列为根本的哈马斯 去和以色列谈判 你是侮辱以色列呢 你还是羞辱哈马斯呢 最搞笑的是 巴以冲突 外界都在寻找红色会身影的时候 然而他却自己 把自己营造成了一个 华世人的角色 你只相信中国能成为完美的领导者吗 不 这不是中国 这是一个国家的财务 中国一直在求 共同的努力 但难以被美国人的领导 因为他们一直在中央 像是中国不存在 像是中国没有财务 为全世界平安 Mr. Xi Jinping had proposed many times during the last visit of Mr. Abbas he initiated three-step solution which we all welcome all the Arabs had endorsed but the Americans they don't want to see even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they think the Middle East is their own garden and they have to keep petrol and everything for them and they don't want to see even any Chinese there and we are paying the price from this monopoly from this short selfishness foreign policy which is irresponsible in my opinion we are paying the price our kids are paying the price and the innocent Israelis are also paying the price now 嘿嘿 这个有点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习老大的三不走政策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看 但是以色列人 肯定不同意 因为你要重新定义 这个界限 就相当于 你把以色列的土地 送给了巴勒斯坦 而且想当年 阿拉伯联盟 那么多国家 去打以色列 结果被以色列完虐 所以单凭实例上来讲 以色列凭什么 要重新定义这个界限 对吧 你红社会的领土 不也是寸步不让吗 那你怎么在这里面 混水摸鱼呢 而且如果大家 要对巴以冲突 有所了解的话 这里面的其中之一 就是领土的归属分配问题 所以这里对照的 就是红社会的 根本利益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马英九同志 也就表态了 这也说明 舆论战进行到了 下一个环节 海峡两岸 不要看现在的局定 谁都不知道 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用这个 具有挑衅性的用语 所以他故意的把台湾 变成国家的名称 这就是不折不透的 台湾路线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台湾 不说自己台独 难道红社会 就不会武统台湾了吗 这个东西 就跟红社会的 道德绑架是一样的 你质问以色列 但你却不质问哈马斯 另外呢 咱们看啊 习老大呢 前几天和美国的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 书莫去见面了 习老大呢 是这样说的 面对编乱交织的世界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 才决定在人类的前途和命 我也都是讲过 跟吉恩总统都讲过 我如果没有一千条理由 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 把中美关系搞好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要展现大国社会 事业 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促进人民社会的进步 红鬼子的丛林语言呢 你不要看其表面啊 你要看他的背后 他的话术是拿捏对方 你看他说我经常和谁谁说 我没有一千条理由 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 是把中美关系搞坏的 那随后呢 后面就说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如何如何啊 那意思就是说 把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了 是实力均等的了 而且呢 我习一句话啊 这个全中国都得听着 所以习老大呢 强调啊 他经常和美国的 谁谁谁说啊 那就是树立自己的地位啊 让美国搞明白这些关系啊 那么习老大的 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呢 有一千条理由啊 把中美关系搞不好 没有一条理由 可以把中美关系搞好的 前提就是 你美国要是把我中国搞出局的话 我就会这么做啊 这就是为什么 习老大这边谈判啊 网络那边啊 就一直在反美 It is the best 3 billion dollar investment we make Whether not in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ould have to invent an Israel to protect her interest in the regio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to go out and invent an Israel I like it I'm sorry it's it's very excuse me very difficult to look at these images Jay yeah it's difficult and I apologize 所以呢 他们把以色列塑造成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 因为美国在后面支柱以色列啊 这所有的战争都是因为美国的不公导致的 所以有了拜登的演讲 而白宫高官的演讲没有眼泪啊 就是塑造美国的能学假行星 然后他反过来啊 把巴勒斯坦塑造成了受害者 因此呢 大家就一目了然这个红社会的用意了 是吧 人是他 鬼也是他啊 明面上和谈 背地里呢 就搞别人啊 这么多年玩的都是同样的把戏 然后呢 咱们看王毅啊 对以色列的心说词啊 这个问题的根源 在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寿院 迟迟未能实现 在于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 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 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 巴勒斯坦同样有建国的权利 以色列人得到了生存的保障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 谁来关心 以色列的民族 已经不在世界上 颠配流离 巴勒斯坦民族 何时才能 重返家园 这个世界存在各种不公 而对巴勒斯坦的不公 已经延宕了大半个世纪 承接了几百人的痛苦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是哦 照王公公这么解释啊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 台湾人有台湾人 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呢 对不对啊 好 即便就是你王公公说的在里 那你巴勒斯坦主权不完整 你报复以色列啊 这个也说不过去 对吧 反正呢 我们作为正常人类啊 我们都会同情和悲悯 一巴的受害者 但是又谁会去对 恐怖分子的行为 默许呢 那后来呢 更让世界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就是这个王公公啊 竟然强调 以色列的行为 已经超越智慧范围 可是问题是 哈马斯的行为 你是不是应该 也要提两句啊 那哈马斯对 以色列的屠城 难道是你们的防火墙 把哈马斯当士灵士 给和谐掉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但凡是正常的人类啊 都觉得红社会的行为 不可思议 而且呢 他总是喜欢和世界的文明 背道而驰对着干啊 当然 本次巴以冲突中啊 红社会还干了一件 非常争议的事情 那就是在音乐节上 有一个中国和 以色列的汇血女子啊 被哈马斯的人给掳走了 然后结果 红社会的外交记者会上呢 就有记者问这个红社会啊 这个女子是否是 中国公民的时候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我们一贯反对 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但是具体情况 我不是很了解 结果外交部呢 一如既往的常规操作呢 就获得了无数小粉红的支持 和这种神经治班的这种切换 这个小粉红说 不看血统 只看国籍 他说中国血统 以色列女子 什么都想我们管 以色列女子被抓 管我们中国什么事 想方设法拉中国下水 新加坡人会不会说 中国人有新加坡血统呢 所以各位看看啊 小粉红和外交部的 这种精彩回答啊 真的会很容易 让这个人觉得 这个国度呢 是有点精神分裂的啊 那照他们这么解释 台湾人也不是中国人才对啊 对吧 你让台湾人回归 你经过台湾人同意了吗 自己挖坑 让自己跳 神魂颠倒了 是吧 一会是人 一会是鬼啊 反正他觉得对 他永远站在 道德的制高点上 去绑架对手 你说你这边呢 还没成大哥呢 你就已经用这个 人道主义去消灭对手了 那你要真成了大哥 是不是反过来 就要消灭人道主义呢 是吧 那红鬼子啊 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那本次道德绑架 以色列的国家呢 有两个啊 除了红社会之外呢 还有这个朝鲜 而且和红社会的口吻 是基本一致的 那这个俄罗斯呢 他没有怎么公开表态 但是他在联合国上 提倡和平 他谴责呢 所有的恐怖主义的行为 但是就是没有提到哈马斯 好家伙啊 这个邪恶轴心国呢 永远都是那么的一致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啊 这个美国呢 把这个资本的利益啊 放在共产国家啊 实际上就相当于 养虎为患啊 因为共产和资本 本来就是两种 对立的存在啊 如果一个人 就是把你当做 永远的敌人啊 无论你们表面多么美好啊 这个内在的仇恨 是很难消除的啊 就哪怕一件小事 都会加深这种仇恨 就是说一个人 带着这样的仇恨 一个国家的人 都是这样的仇恨 你怎么能成为朋友呢 是吧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啊 就是说 邪恶轴心国呢 和美国将是永远的仇恨 所以呢 矛盾和冲突呢 就会不断的发生啊 那这个世界呢 根本他也就不会和平 战争冲突 也都是早晚的事情啊 这就好比啊 我看你美国不爽 你美国对我又是一个 大傻逼的角色啊 那按照中国人的思想啊 大家可以去问啊 就是中国人 对美国人的印象啊 基本都是觉得 美国人非常蠢 懒 肥啊 美元好赚啊 所以他的心态是 美国是个肥的流油的 臭傻子啊 这就是为什么 红社会以前装 但是背地里捅到着 而现在呢 是神经错乱啊 他自以为强大了 所以不装了 但是他的绝对实力 根本就差得很远啊 毕竟这个世界的秩序 是老美建立的啊 所有的金融系统啊 都掌握在人家的手中 你拿什么和人家去干 另外呢 大家想想 为什么红社会不装了 这个时候呢 站出来和以色列对着干 很简单 因为他要拉冷的是 整个的阿拉伯联盟 这样呢 中东国家呢 就会成为地球的 另一个定时炸弹 他不仅仅是牵制了美国 他也会把世界经济 搞得一塌糊涂 而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呢 很脆弱啊 稍微一涉及到底层的生存 农烟呢 就会死起 政府呢 就头大啊 但是像红社会这种 老百姓刚一出来发声 他就把大家 按在地上摩擦的国度 他虽然也怕内部的动乱 但是他的历史经验告诉他 暴力可以压制一切 而且国人 不仅是奴隶的心态 而是骨子里的血性 文明 思想 早已经被摧毁了 而且呢 他就像被改了基因似的啊 他一面对这个暴力 他咕咚一下就贵了 但是生活那么难 他们都能忍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 拉拢阿拉伯联盟呢 就有挑动 中东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有挑动了啊 他就有拿下台湾的 这种可能性 如果挑不动呢 他自然的就和阿拉伯联盟 绑在了一起 站在了一起 那么大家想一想 乌俄战争的失败 对红社会来讲 他没有理由 要替俄罗斯出头啊 对吧 他继续去挑战世界的秩序 对他来讲 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所以呢 借此出头 他也可以恢复 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然后拉拢这个阿拉伯联盟 陆克 他做这么多操作 如果单纯的 就是为了消耗美国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他消耗美国的同时 他自己也是跟着消耗的 而且呢 他的底子还没有美国厚啊 因此呢 就我觉得这个武统台湾呢 一定是习进程中的一部分 咱们看啊 巴以存在领土争端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中国和台湾 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而且呢 这个就和俄朝面临的这个问题 它是一致的 那这个呢 就是邪恶轴心国 发动战争的根本理由 那其次呢 哈马斯并不是突袭以色列的 因为以色列花了数十亿啊 去监控哈马斯 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飞机炮火 还有飞弹之类的啊 跟不要钱似的往以色列下 所以如此看来啊 他一定是有预谋的啊 而且呢 背后是有高人支持的啊 那目前公开证据呢 就是说这些武器呢 都是由伊朗参与的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 这个乌俄战争的话啊 也知道目前俄罗斯使用的 这个无人机多数是伊朗制造 但是很多配件呢 却是中国制造啊 而且都是最新的生产日系 这也就是说 红社会一直在给这些国家 暗中输送配件啊 那这里呢 我并不是在一张加货水啊 而是事实就证明了这些东西 而且这个国内的舆论啊 说这个哈马斯的武器 是美国制造的 那么从信息战上 这些中俄国家 在制造大量的 浑水摸鱼的假新闻 那这也就证明了 他们试图在搅局 所以呢 我觉得啊 红社会的下一步大旗啊 就是要绑架这个美国 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反美阵营啊 然后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和理由 然后搞定台湾 所以呢 2024的台湾大选和美国大选啊 其实都会影响这个红社会的决策 如果我是美国 我明知道这些国家 把我当敌人一样对待 而且呢 又在红社会上吃了一鼻子会啊 他绝对没有理由 希望看到红社会再站起来 对不对 而且大家也看到了 红社会这种神经质一般的特征啊 和这种所有的不道德行为 那么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 我们会不会愿意看到 一个整天要消灭我的人 突然变成了比我强大的人 然后反过来要消灭我的啊 肯定是不愿意的 对不对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啊 或者说整个民主阵营来说 这个武统台湾不仅仅是武统台湾 而是武统世界啊 他威胁的也不仅仅是台湾 也包括世界 因为红社会呢 经常拿武统台湾来说事啊 所以目前呢 他占了上风 这也就成为了他 威胁他国的这样的一个底牌和底气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红社会会武统台湾 习老大的混乱 就证明了这一切 他既想当婊子 还要立牌坊 既想抓经济 要和外界失恋 既想搞民生 经济又出现失恋啊 既想和美国搞贸易 然后私下里又返美 他把自己吹出去了 现在呢 已经收不回来了 所以呢 我想说啊 就是种种的迹象 其实说明 习老大现在是非常混乱的 处在了一个 无头苍蝇的发展路线上 他只有概念 口号和理想 可是在落实这些的时候 出现了巨大的变数 所以从目前的这种形式来看 我认为啊 他尽可能的是想通过舆论战 信息战和各种这种战争情绪 来消耗台湾 从而呢 就是自然的就拿下台湾 那热战呢 对目前的红社会来讲呢 叫做欲时俱焚 也叫做同归于尽啊 习老大呢 目前对台湾 他是没有规划的 他是一种走一步 算一步的这种状态下 发展到今天的这样一种 不归路的 那说白了啊 就是他葫芦里卖的这个药呢 就是吓台湾人 吓世界 所以呢 才搞到他一会这样 一会那样啊 一会是人 一会是鬼 那么我们回到巴以的这个冲突上 巴以冲突放不下的是仇恨呢 还是利益 还是历史的恩恩怨怨啊 那今天就算以色列消灭了哈马斯 也消灭不了阿拉伯人 对吧 就算哈马斯消灭了以色列 也消灭不了犹太人 所以打到最后消灭了什么 那就是人性 那红社会也干的是这么一个事情 今天你灭我 明日我灭你 为什么不想想 有时候可能放过别人 或许就是放过自己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